我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富豪居的李洁李董事长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也非常有爱心 他在发现云林县政府坚持着守护孩子这样的心情 所以他也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为云林县的孩子尽一份心力 所以今天特别了解云林县采取线上教学 我们所有的行动载具还是有一些缺乏 因为目前我们云林县国中小的孩子有47707位 那现在我们已经透过这一两年来不只是企业的捐助 还有中央的一个补助 还有云林县政府所编列的预算 虽然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平板电脑达到32,645部 大概就占我们所有比例的67.5% 那当然我们希望朝向一个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非常感动 也就是李洁李董事长看到我们的需求 今天的大力的支持我们大力的捐助 在当时没有疫苗的时候 其实学校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场所 那我想说那既然我们这个云林县有这样子这么 跟中央不同这么积极的作为 那我们身为一个国民看能不能尽一点心力 那我们就跟这个县府来联络 那看是不是可以捐助一点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个器材 来打造一下这个小朋友可以安心在家就学的环境 那你在这个现场的协助下 那我们可以以西罗镇做一个第一个示范的地区 在这个台湾很多大县市都还没做到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全镇的线上教学都把它布建完成 那社长有平板的话 他不但现在在远去教学的时候 能够让小孩子带回家 那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就马上就可以 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线上教学 那我想最重要是养成学生的自主学习 加拿老师教他怎么样从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教学平台 可以去拿到很多他们想要学习的资料 那甚至于在假期暑假寒假 他都可以透过这个线上可以自主学习 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什么教学上很重要的一个工具